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里面有非常大量的中间选民 甚至有一部分的蓝色选民 我们不要讲别人嘛 就前几天被误认为谢祖武的谢正武 谁不晓得他应该就归纳成为知识蓝吧 是啊 他在眷村长大的 对啊 他知识蓝啊 你想想看韩粉现在出征谢正武 你不就是让谢正武讨厌韩国瑜增加一分吗 这就是你不管从哪个数字来看 以国民党现在的支持度也只有 最后讨厌度也只有三四成 国民党的讨厌度也只有三四成 认同度不到三成 跟民进党现在不差 差不多 差不多大概两三八的差距 讨厌度也三成 可是讨厌韩国瑜的居然比国民党还多三八 三十八 所以应该是超越蓝绿讨厌韩国瑜 对啊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一次的选举简单的讲 就讨厌韩国瑜 就是讨厌韩国瑜的选举 如果今天不是因为对他这个人的非议 其实他不会选成这个样子 是 是 因为到现在为止 国民党的认同度还高于民进党 那怎么会国民党提名的候选 会输成这个样子 这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韩国瑜这个人的因素 来 问老东 韩国瑜他接下来的出招 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他里面有些招你是可以参考的 我大胆预言 他下一次可以讲什么 他说全部的国中小的营养午餐 全部免费 全部加菜 他提这个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 要多少钱 做得到吗 你越去唱 所以他去攻击他 显现出好像民进党就不关心 营养午餐的这个问题一样 这就是韩国瑜的策略 他就丟出了一些小利小会 或者都是真的基层很需要的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认为说你逢韩必反 你陷入这个苛救里面 你中间选票就会流失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选球打 韩国瑜丢出来的球 我们要认真思考一下 这个球我们可以考虑 是不是能做 这个球高山上设升级台 或是故宫一次展出 这绝对做不到 马上批评 这个区别要做得很清楚 其实像高雄市议会这个 我认为也是中了 国民党的一种圈套 他就希望冲突升高 现在非常多中间选民 原本可能没有在关心的 他就会觉得说 你们都在打架 蓝绿都是一样差 他会继续强化这次的印象 那这就在硬了 国民党他们所中了 他们的季了 也就是说 应该要着重重重点是说 为什么这次的预算 会创造一零年的新高 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为什么教育预算 反而减少了两趴多 将近三趴 第三个为什么增加预算 都在水滤局 都在做路评跟淤积 你真的有拿出成效吗 还是背后是不是有什么贪污舞弊 你必须市议员的职责 应该要进一步去查 其实这样的一个策略 会比单纯的被国民党引导到 打架动用警察来得好 因为他已经确实对中间选民来讲 焦点被模糊掉了 你不知道真正问题在哪里 好 韩国瑜的选择看起来是有节奏 有战略性的 其实这个新闻值得大家继续来关注 台师大退休的学者 遭到中国关押 而且一押就有一年多的时间 你看这个画面 他是个副教授 叫做施正平 曾经担任过中国国企 华夏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 过去又是国民党 属于比较本土派 蔡英文执政时候 在旺中媒体 曾经担任过竹笔 他是在2018年去年的8月 前往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那被北京以国安理由来关押 我们进一步要为你分析思考的是 因为包括了像是李孟居 像是蔡金树等等 这些都是在立场上 比较是反台独的 反民进党的 比较是挺这个像是 比较统派的一个学者的一个方向 到底为什么 现在是对于共产党对于国民党来讲 你们像免洗餐具一样 没有利用价值的 用完即丢吗 不过最近这是呈现什么的趋势呢 我们明天会有非常完整的追踪报道 因为除了台湾社会运动者李明哲 那NGO组织 因为这一个 他扮演一个人权公约 这种监督联盟的志工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民主运动被抓之外 其他为什么 为什么这位统派学者呢 所以我们再一次看这个全画面 如果你看这个全画面 就是台师大这位教授 他竟然失踪有一年的时间 那我不知道在台湾 因为这个中国代理人法立法院 已经复委了 渴望这个院会可以三读通过 可是中国代理人在台湾有多少 有多少团体多少政党 你们看到他们这样的命运 你们不害怕吗 不觉得恐怖不会怒蛋吗 好 非常谢谢大家的观众 谢谢